大家好我是董正隆 接下來呢我要舉一個開發服務的個案研究 當然是我自己的個案研究 那基本上我是一個數學家老師 那我是中央大學的數學碩士 所以這個是我的專業 那也是我的專長 所以呢 我發現啊在我過去家教的時候 家教市場大部分都是著重在高中數學一下 當然你可以想像到即使你要教高三數學 一個大學生其實也不太那麼容易可以教高三的數學 因為說實在的話他需要花不少時間 但是我們這邊只是先簡單介紹一下 目前的市場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但是呢大概在兩三年前我開始注意到啊 大學數學家教的市場 那當然因為我是碩士 所以我去教大學的數學 是OK的 但是如果我今天是大學畢業 我就不適合進入這塊市場 因為大學生叫大學生 你憑什麼 對不對 那後來我發現呢 有一些大學生 他們在修微積分或工程數學的時候 可能被當掉 還是很緊急 再不過就要被掩蔽了 那我開始發現說 其實也有人在找這方面的家教 那所以呢我剛好有機會 我就開始教別人 微積分跟工程數學的家教 那當然我自己畢業也已經有一段時間 這些主題其實我也忘了差不多 所以呢其實我花了整整一年半在教這兩個學生的時候 我也邊教邊學 那一開始呢我開的時薪其實很低 只有大概五百塊而已 那後來就是我教完他們一年多的時間 我發現其實我已經夠熟悉了 那我何不來試試看 在網路上透過網路行銷來招生呢 招生這一塊 因為我以前大部分教都是高中啦 特別是高三生 因為這樣子時薪比較高一點 結果後來我發現 呃透過一些行銷上的策略 我把我的時薪拉高到 就是大學的家教 至少是一千兩百塊 而且最高我可以到達五千塊 沒錯五千塊的這個價碼已經是全台灣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高了 說實在話 那 那究竟我是怎麼做到的呢 在日後 我會 呃 與各位 呃分享更多 但是這邊呢我只是先簡單的介紹 我是怎麼 呃 從我的專長裡頭 然後呢 從市場的分析裡頭 然後看到呢 這個獨特的需求 那 事實上啊 呃 我怎麼從十薪五百塊 我之前也是教大學生啊 我怎麼從十薪五百塊 一下子跳到一千 一千二 這事實上是需要一些 呃 技巧的 或者是一些行銷策略的 甚至找到十薪五千的家教 那 但是呢 神奇的是呢 我後來發現 因為我在網路上打廣告嘛 就是 那後來我發現說 其實 我幾乎獨佔了整個高頻區的大學家教市場 因為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你可以在網路上打關鍵字 微積分家教 或者是 呃 呃 工程數學家教 這兩關鍵字是我鎖定的 事實上呢 你會發現我的網頁 幾乎就是在排名第一個 那 而且啊 我 這樣子下去搜尋 我發現 咦 在整個台灣 幾乎也沒有人在教大學數學家教 因為這事實上是一個非常非常專業的 領域 大部分都是學校教授在教 但是 幸運的是 學校教授有時候他不太會教 所以就會很多學生聽不懂 那 有些學校又可能 有二一制度或者是岩壁的制度 所以至於說 呃 有一些特定的狀況都會需要 呃 去找家教 那那些人基本上都是求助無門 所以後來我慢慢的佔領這塊市場的時候 才發現 欸 真的有欸 因為 單單在去年啊 或者是說 在我目前的家教學生裡頭 我將近一半都是大學生 那 當然這也讓我在家教業裡頭 我的地位或者是說 的名氣 呃 有一個非常顯著的提升 那基本上 在我的這個 呃 家教 大學家教服務裡頭 的這一塊成功呢 才 讓我日後 了解到網路行銷的威力 那 也才去 比較專注的在研究這個主題 所以現在才有與你分享的這些內容 好